分子轨域这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东西呢 从上次开始是介绍 Neon是不存在Dimer的 然后我们把它扩充到CO 然后我们讲到HF 然后讲到离子性的LeganF 这是我们今天稍微等一下要复习的部分 今天上课的重点会先讲到三个原子的介绍 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 会介绍 然后就介绍完毕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这一章正式会结束 今天所介绍的部分是涵盖了这一章节的绝大部分 那么我们做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原子到复杂的原子 那么各位要练习的是这几个部分 练习部分主要是要做的是我们这种计算 有了 好 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是要叫我们化约一个分子的原子轨域 从Atomic Orbital去找出它对应的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原子化约成某种 这种组合就是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其目的是要做出Molecular Orbital的Energy Diagram 然后各位要会做的事情是 要能够画得出各个参与间接的原子轨域 也要画得出不同原子轨域组合起来的Group Orbital 然后他们的图示的表示方法 也就是白色跟黑色的这个分布区域 它的这个地方 第二个 然后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求出 也就是要把这个图形画出来了以后 根据Character Table去找出它的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代表符号 或者是Medicant Symbol的代表符号 第三个 依它能量相近 对称相合 然后轨域能够从合 按照这四个条件 去建立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Level Diagram 好 这就是我们分子轨域主要要做的事情 只是我们从简单的双原子同合的变到义合 然后变三原子 然后变四原子 然后在这里面 这个图示的方法 是跟我们以前学的一模一样 只是在这个求它的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部分 我们会由简入深 用不同的方法去把它Sign出来 各位现在会的方法 是把各个鬼域 直接去做Character Table的对称性的运作 求出所有的Character Table里面的Character 对应出来它到底是哪个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复杂一点呢 是求出所有鬼域里面把它当作可约的这个表象 分解成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那我们会就下面的几个例子来介绍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三个 那我们PowerPoint会从这三个复习起 然后把它扩展到下面这三个 但是各位要记得这个精神 也就是你们要会画得出它的Atomic Orbital 或者是Group Orbital 所谓的Group Orbital呢 就是 好 比如说 在三原子分子里面 两个幅把它Group起来 变成这个分子里的部分原子的组合 然后把中心原子的Atomic Orbital 分开考虑 然后去跟它做结合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这个的示范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PowerPoint 在我上次讲Modiacore的时候 忽略了一个重点 就是所有的Molecular Orbital 建造出来的个数 是等于Atomic Orbital的个数 各位当然知道 一个氢的ES跟一个氢的ES 产生了一个Sigma跟一个Sigma Pi 所以它们MO里面有两个MO 原子轨域里面有两个ES 所以是两个原子轨域变成两个分子轨域 那同样的道理 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三个P 三个P 那你最后形成的东西呢 就是六个分子轨域 而这六个分子轨域 各位比较熟悉的呢 是在Homo Atom的Nitrogen 在这个养根符的这个部分 没有SP Mixing的时候 它不会对调 像这样子的形形呢 这个地方是Pi Star 这个是Sigma Star 这里有三个Antibonding 有三个MO的Bonding 然后这边是RPXYZ 跟RPXYZ 三个六个原子轨域 形成了三个Bonding 和三个Antibonding 总共六个分子轨域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不太知道会谁跟谁做出来 最后有多少个原子轨域的时候 记得这件事情 你有多少个原子轨域开始 你最后的分子轨域就会有几个 我们讲到的是 CEO的分子轨域的间接 各位考量的事情是哪四件事情呢 各位记得我刚刚讲过的是 第一个能量不要相近 才能形成分子轨域 第二个对称要相合 才能形成分子轨域 第三个是要有足够的overlap 这件事情是上一次 我没有强调的部分 什么样是overlap呢 等一下我碰到那个overlap的地方 会给各位再做解释 在能量的部分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的能量的部分 它的Sorbit相差的大约是 12到13EV左右 这样子的interaction 是在能量上面是比较弱的 大概我们说过 11EV到14EV是 11EV以下是非常靠近 一定可以生成MO 相差14EV以内的 是部分的有一点作用 超过14EV的 是几乎就没有作用 可以直接就把原子轨域 写到分子轨域的位置 说这是non-bonding 我们上一次所介绍的 这个CEO呢 要先画出他的图形 然后定出他的point group 那我们说过 在这里面的point group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画约成 C2V 把那个infinitive的轴 画成C2的轴 这样的做法 就是把XY的这个轴 做无线旋转的 这个C infinitive的轴的现象 定位成C2 也就是X跟Y是固定 可以分辨的 这样的差别就是 character table里面 关于X的叙述 跟Y的叙述 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可以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1 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一件事 我们在这个cable里面的 B1跟B2 是等于Cinfinitive里面的 合起来会是一个1 然后它的character table 加起来是2 -2 0 0 那这个回去可以参考一下 Cinfinitive Cinfinitive V 的这个character table 就可以知道 那我们 记不记得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就在我黑板上写的 第一件事情 画出它的原子轨域来 第二件事情 画出 这个 找出它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再找出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相合的这个对称 A1就跟A1可以作用 B1就可以跟B1作用 这叫对称相合 然后你之后要考虑两件事情 就是能量 能量第一件事情是 它是相很远 相差很远的 那么这个轨域就直接画过来 不作用 相差很近的 那就是一个bonding 一个anti-bonding 把它画起来 OK 然后全部都画完了以后 考虑第二个能量的因素 就是相同的S跟P会有mixing 在这边的分子轨域里面 有 我把它画起来 我把它画起来 好 一位同学能够告诉我 SP-mixing是什么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问过大家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同学 是不知道的 现在 有没有同学能够说明 2S 的Sigma 2PZ跟PZ所形成的Sigma 因为它们的对称相同 会有作用 所以它会往上升 它会往下降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在这里 MO的时候 你们要做相同的考量 也就是如果说 它的S轨域 是跟上面的 下面的Sigma 或上面的Sigma 是很接近的时候 你就要做interaction 那什么叫做很接近呢 能量是大概在14EV以下 那你如果不知道 这个能量是多少的话 参考一下课本的值 然后在我们做的这个习期里面呢 哪一些可以interact 哪一些不能interact 你自己记一下 好 我们现在比例的 举例的这个CO呢 碳的这个部分 会不会有SP interaction 碳跟碳 会有 各位记得 从锂 一支周期表 从锂 一支绕到 但 都有这样子的interaction 什么时候开始切 就是 氧跟福的时候 锂皮 鹏 碳 蛋 氧 福 奶 这个地方开始 这边有SP mixing 这边就正常 正常就是 没有SP mixing的时候 Sigma最低 Sigma star最高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 碳是有SP mixing 氧是没有SP mixing的 所以到最后 碳氧最后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SP mixing呢 因为碳在比较前面一点 你如果说是MO的话 你画它的MO 他们有没有SP mixing 这件事情 在网络上 你就查 书上不同的书 会有不同的结果 甚至在普华课本里面 同一本普华课本 有一个是 有SP mixing 有一个是没有SP mixing 为什么 因为这个非常难 去判断 因为这两者 是非常靠近的 可是如果说 碳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SP mixing的 比率就比较高 在这里的话 CO就有SP mixing 好 注意到我们现在 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画出原子轨域来 然后要画出它的 写出它的 Irelusable representation 第一件事情是 碳跟氧 各自都有 S轨域跟P轨域 那么他们的 character 他们的这个代表呢 像这样子的 S轨域跟P轨域 这样子是可以重叠的 那这个S轨域跟Pz轨域 如果放过来 是可不可以重叠呢 你会画出来一个圆圈 上面跟下面 全部相消 因为有黑有白 那这个叫做不可重叠 也就是overlap integral 在你们物化里面 讲到的 schreading equation里面 两个wave function 如果是正交就为0 如果说他们是有overlap的话 overlap integral就很高 这些术语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回忆一下这个物化 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 我们这些要知道的是 这个是可以重叠的 是可以形成间接的 而这个S 放过来 就算是他们两个的 分子的对称是相同 但是它如果没有办法重叠 它也不能够形成任何的轨域 好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点 好 我们把 轨域都画出来 可以看到 S轨域这个部分 和Pz部分 是属于A1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Z 所以比较偷机取巧的方法 是看X跟Y和Z 各自在哪里 就知道说 他们自己这些原子轨域 所代表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把 碳跟氧的 碳跟氧的 这个MO维画出来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上次画出来的 那么我指出来过 这个2P跟2S的 这个距离太大了 这个上面这个部分 要往下移 因为这个间距 跟这个2P到2S的间距 碳跟氧而言的话 氧是应该会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这个呢 应该实际上画到这里 因为他们编排的缘故 是把它放高了一点 那这个部分的这个Sigma呢 实际上是原来在下面的 因为跟这个的Sigma 产生了interaction以后上升 这个是SP mixing 所以在CO里有这件事情 那么考试的时候怎么做呢 他就问你说 CO的图请你画出来 除非你能够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 还要看你的过程会不会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把S的 这个碳的S轨域画出来 氧的S轨域圆圈圈圈画出来 2P2PXPYPZ的鬼域把它画出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 PXPYPZ画出来 画出来了以后呢 再去做这个结合 像这个结合 就是PZ对PZ的结合 那各位要画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Z轴 这个是PZ加PZ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呢 会形成的是一个 不能overlap的情形 所以它是一个antibounding 如果PZ减PZ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就会形成Sigma 那么这个PZ 它的character table里面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 在Z轴来讲的话 就是character table里面 前面含有 Z的这个component 也就是A1 所以呢它的对称就是A1 上面的话呢 上面这要对应到哪一个 就可以照这个character table的 每一个去算一下 identity不变 C2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 把这两个东西 当成一个图形 也就是一个联合轨域去做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identity是1 然后C2呢 是在这个轴上面 C2旋转以后 仍旧是1 然后在XZ X是在 X是这个方向 Y是这个方向 然后SigmaXZ 在XZ这个平面上面 它仍旧是不懂 仍旧是1 Sigma'YZ YZ平面呢 仍旧是1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A1 你们以后看出来的所有的 我们称之为group orbital 这个地方是一个PG加一个PG 合起来的 两个原子合起来的这个轨域 这样子的group orbital 它的对称 到底是哪一种对称 是用character table里面去这样运作以后算出来的 好 那各位要会的事情就是 直接一开始 或CO的时候呢 先画出它的P轨域和S轨域的分辨比较短 然后这边2P到2S都比较长 然后再把所有的PXPYPZ的图形 就照这样子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 S跟S这边画两个圆圈圈 是bonding的 这边就画一个圆圈圈 跟一个anti-bonding的情形 也就是你们要把每一个 把每一个分子轨域 它所形成的这个图形把它画出来 那每一个图形 它所代表的A1 B1U A1 B2 这些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也要把它写在旁边来 然后在作用的时候呢 在这种图形方式的时候 你用的是overlap的观念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两个圆圆的白色靠近的时候 有没有overlap 有 那白色跟黑色靠近的时候呢 有没有overlap 没有overlap 所以它是anti-bonding 那用这个方式去决定 它是形成间接 或者是anti-bonding的间接 然后去做说 它们之间会不会形成MO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直接就写 这是A1 这是A1 这边是A1 这边是A1 A1跟A1呢 会形成interaction 所以它们之间呢 就会形成一个sigma-bond 跟sigma-star 那这个方式是用 symmetry的方式去看的 而不是由图形的去看的 用symmetry去看的时候呢 是同样符号的symmetry 可以作用 但是用图形去看的话 比较准一点的原因是 它不但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可不可以作用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没有overlap OK 那单纯用这个对称性 去考量的时候 你看不出overlap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下面一张例子 可以解释一下 它的重要性 好那 各位要做的MO里面 第一件事 就是画AO的图 然后第二个画 group 全部这个MO的这个 MO的图 然后要算出 它的这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用character table 去一个一个去运作 第三个呢 就是画出 它的energy level diagram出来 也就是中间的这一个 然后第四个 要考量的是 能量是不是相近 相近就可以interact 不相近 这边就是long pair 这边就是long pair 然后这个地方 再考虑到 s这个sigma 和这个sigma 之间有没有interaction 那么在碳跟氧的部分呢 在周期表里面 是很靠近的 所以它们的能量 是比较相近的 因此可以interact 好 简单讲 这张图 跟各位所熟悉的氮 跟氧 是很接近的 但是是跟那个 这个COE原子呢 造成了一个 这个能量上面的差异 也就是说 这边的这个碳 是比较高的 然后这边氧 是比较低的 所以形成出来 这个MO呢 会受到了偏移影响 好 那这些对称元素呢 就可以去 跟你的character table 去对照 那么 刚才我已经做过了 这个PZPZ的部分 各位可以把 其他的部分 去做一下对照 那最后的一步 就是画出图以后 你要做什么 要解释 MO跟Lewis structure 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这里面呢 Lewis structure 会鉴定说 它是三件 然后会有 这边是没有件 因为anti-bounding 跟bounding都有 这个地方呢 总共三个间接 所以MO跟它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说 它 他们也都是 有一个sigma 有两个pi 那不同的是说 在这个地方的MO 可以告诉你说 它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两者的不同 contribution来讲的话 是碳比较多 那这个 这个MO到底 碳的成分多 还是氧的成分多 这件事情在几十年前 是一个很 很debatable的事情 就是可以 可以 非常有疑问的 一个地方 那现在是 经由其他的 实验的证据 发现到说 这个碳的contribution 是比较多 由金属的 reactivity来看 都是碳的比较多 那 现在理论计算 画出来的这个图形呢 这一辆碳的component 就是比较高的 那至于 其他细节的部分 我们有兴趣的同学 我们再仔细做 做一下探讨 在下课的时候 那我们回忆一下 这个HOMO跟LUMO 合起来叫做 Frontier Orbital Bound of the Sun 这个部分都是跟 那个Lewis Structure 是相同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在 扩展到HF的时候呢 它是一原子 但是碳跟氧是很靠近的 氢跟氧是很远的 很远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能量F呢 这个2S 几乎是跟这个 这边的ES 完全不相容 这种形形下面 你画出来的MO呢 就会是 Non-Bounding 也就是像这种形形 Floride 2S 直接就画过来 我说过这个Sigma 是指它的 Sigma的定义 是指说 它对于PZ轴来旋转的话 它是一个 Identity E不会变化的 这个形形 P的话是 一上面黑 下面白 一转下来以后 就会是变负的 但是在这里面 实际上写Sigma 有点点让人家误解 这实际上是一个Sigma N 也就是一个 Non-Bounding的 Type 的Bounding Non-Bounding 就是它不是一个 真正的见解 它是以原子轨域的成分为多 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因为你这边 只有一个ES轨域 和这个地方的 2PZ轨域 可以结合 然后结合出来的 这个轨域 就形成了Sigma OK 那你把它作用完毕了以后 你会发现到 这边原子轨域已经用完了 这边原子轨域平移了 只有这边有两个P轨域 是完全没有动到的 你没有任何S轨域 跟它混合 所以它本身就直接平移过来 那你如果用Symmetry来看的话 这边S轨域是A1 这边是A1 但是这两个A1 因为它的Delta1太远 所以没有办法overlap 那虽然是对称性相合 但是它没有办法做interaction 但是在这个地方 B1跟B2 跟这边的A1呢 没有任何对应 所以是因为对称不相合 而造成它们不能形成间接 好 所以这边是non-bonding 因为它的energy太高 然后这边是non-bonding 是因为它的Symmetry 不能够match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 再把它扩充到 Lithin fluoride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两个东西呢 也是跟HF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不同的是 这个S呢 又更高了一点 更高的结果呢 就变成说 这个地方的Sigma 跟它就很接近 而这个的Sigma 抱歉 Sigma star就跟它很接近 而这个Sigma 就跟它很接近 所以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你所谓的Sigma间接呢 绝大部分的电子 是靠在fluoride上面的 意思就是说 在Lithin跟fluoride的 这个间接领域里面呢 它的电子呢 几乎都是从Lithin 直接给到fluoride 而在前面的HF的话 它们是有一定的interaction 这个间接呢 是有它的供价件性质 因为它离它是比较低一点的 而它这里是高一点 所以它们是有一个能量的获得 但是在这里的话 这个地方几乎是跟它一样 这个地方几乎是跟它一样 所以是有一点电子是 间接电子都是在fluoride上面 那我们讲完这三个以后呢 我们就再复习一下 所有的做法都是一样 先画出图形来 然后再画出哪一些可以作用的 有overlap的形成Sigma跟Sigma star 然后每一个原子 它的A1和B1 B2都把它 assign起来 A1跟A1可以作用 B1跟B2之间没有跟它办好作用 所以就写成non-bounding 所以在画MO的时候呢 有两种画法 一种是画图形的方式 然后去看它有没有overlap 像这个地方 叫做氢原子 抱歉 这个S轨域是圆圈圈 圆圈圈圈跟P轨域的结合 会是重叠 以后上下相消 所以不能够形成间接 那这个呢 是一个黑一个白 在进出纸面的位置 也是不能形成间接的 那到大一点的原子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课本上有写出这个方式 教你们怎么样去做它 那我已经在黑白上写过了 基本上就是三个步骤 AO GO 你找出它的图形 和它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XYZ当然要先定好 像我们在定的时候 一般都是轴向的部分是Z轴 这线性的都是轴向是Z轴 然后往上的就是X轴 那Y轴我们通常是 进到纸面的这个部分 课本上都是这样定义的 当然你可以不要这样定义 但是这样画出来的图形呢 就会跟它稍微有点不同 结论会是一样的 它说这个 找到character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要找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部分 譬如说 这个的话就是A1 这个是A1 然后作用起来以后 这个图形 这个部分是A1 这种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的assignment 好 所以简单讲就是 这五六种这个步骤 化约起来就是 一 画出AO或GO的图形 好 我刚刚 第一就画出AO跟GO的图形 第二个就是要求出 AO跟GO 它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这件事情 你就看着character table 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等下就给各位把这个图形 把例子给各位做一做看 然后你就根据你所有找出来的AO 去两个去对应一下 哪一些可以match 你就把它画成bunding 哪一些不能够match 你就把它画成long pair 那可以match的东西呢 要考虑几件事情 能量必须相近 不能插过11 然后对称要相合 也就是它是A1对A1 B1U对B1U 它可以重叠 就是你这个symmetry虽然相同 但是你重叠了以后 黑白相消都没有的 这种就没有办法变成这个bunding 原子间距近这件事情 可以不需要考虑 因为如果太远了 我们也不会拿出来给各位看 好 现在下面举的例子呢 就是FHF 在这个地方用的图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们自己课本上面的部分 课本的140页 好 各位看一下课本140页 140页下面的图形 你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我们把这个两个幅的原子呢 它的s轨域跟p轨域 全部都画出来 在这里 好 两个幅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把幅放在一起呢 因为以后所有的中心原子 跟外面的都用分开来的方式去计算 会比较方便 这里面两个幅是相同的 CO2 左边两个氧是相同的 你把相同的原子 把它group在一起 这种我们称之为 outer atom 就是周围的原子 这些周围的原子 有另外的书上称之为 ligan atom 就是配位机的atom 不管怎么样 它们都是周围的这个原子 那我们画出来的这个 轨域里面呢 SS 一正一负 那Pz的部分 可以是同样的 也可以是相减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Py的部分 是横向进入紫面 那至于哪一个是 什么样的对称符号呢 比如这个我们来做一遍 这个对称符号是对于Px的部分 也就是这是x 然后这个地方是横出来是z轴 然后对于这个character table而言的话 它答案是b3u 你们看一下它是不是 identity是1 c2 z轴在这个列号的轴 去对应的时候呢 z轴对应的时候 会相反过来 黑的变白的 所以它是负1 然后y轴的部分呢 是进入紫面 进入紫面的这个y轴 一旋转了以后 黑的变白的 白的变黑的 所以y的部分是负值 x的部分是什么 是垂直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c2轴 这两个一转以后 这样你把这两个东西 看成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翻转以后 仍旧是这个图形 所以它仍旧是identity1 对inversion而言的话 它们的符号会兑换 黑为白 白变黑 所以它是i是负1 sigmaxy x是在这个方向 y是这个方向 那xy就是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切上去了以后 仍旧是1 xz的部分 z是这里 x是 x是这里 z轴是这里 等会儿 我刚刚的xy是 xy xy x跟y是这个平面 z轴是这个z跟x xz 对y是直接进去 所以xy的话是 xy是这个平面 对不起 这个平面反映完了以后 仍旧会是原来的图形 所以xy呢还是1 xz的话是 这是z 这是x 所以是这个平面 所以它仍旧是1 但是对yz而言的话 进去y和z z轴 y轴 是对这个水平面在做切 这个水平面的话会使它变号 所以它会变成-1 所以你从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知道它的b3u 那同样的做法 做其他的部分 各位回去自己练习一下 那我们当要跟它形成molecular orbital的时候 你要看中间这个es es可以跟谁作用 es是一个圆圈圈 这圆圈圈在这里的话可以跟它作用 在这里的话就不能作用 在这个地方不能作用 在这里可以作用 那哪一些是能作用 哪一些是不能作用呢 那这个我们对应的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所有的 这个部分是pz的部分 是这个可以形成bonding 这个是形成anti-bonding 所以对于这个 中间的氢而言 它可以形成一个bonding anti-bonding 对于s而言也是可以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考虑的只有对称 你还要考虑什么事情 能量接不接近 有没有overlap 这个是有overlap的 这个是没有overlap 所以它是anti-bonding 不是讲错了 这个是形成bonding的overlap 这个是形成anti-bonding的这个mode 在这里是可以overlap的 这个地方也是形成anti-bonding的 可是这个对symmetry来讲的话 是合的 可是对能量来讲的话 flow-right跟氢 你记不记得周期表里面 氢在最左边 弗在最右边 所以氢非常的高 弗非常的低 所以它们这个能量来讲的话 是差异很高的 所以2s部分呢 几乎是不能够形成 不能形成不是因为对称 而是因为它的能量的缘故 所以你看 这个2s的部分 直接就 我会先画成两个 跟它一模一样高的AO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会画1,2,3,4,5个 1,2,3,4,5个non-bonding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s 跟2p的部分是可以合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的这张图 就是这个图 这边一个bonding 一个anti-bonding 这是这个mode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是bonding 然后上面是anti-bonding 然后这边5个会一样 这两个会一样 接着考虑 sp mixing 这个地方的character 会跟这个地方一样 所以它的都是B1U 要把它 这个提高 这个下去 它虽然是non-bonding 但是它跟你作用 所以稍微提高一点 这个地方是跟这个作用 它这个下降 它这个量上升一点点 好 那这样做完了 这个mo就做完了 我再回忆一下 各位现在如果 我叫你写FHF的mo 你会不会画得出来 不会画 你知道不知道程序 第一件事 你画mo 找出它的对称性 然后再画出它的 group orbital之间 会形成的mo是什么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是因为energy不能match 所以它不会overlap 但是它symmetry是match的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overlap 这个是有strong interaction 所以它的sigma会 和这个sigma star会作用 好 画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跟Louis structure比较 跟Louis structure比较以后 我们画片 如果我们用Louis structure来看的话 轻旁边是两个单件 你会认为说 轻旁边是有四个电子 虽然不是八语体 但是它有四个电子在周围 可是你如果看 我们这个mo的diagram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在这个地方呢 这边都算non-bonding 这个是唯一的bonding 这些都不是bonding 都是non-bonding 它是唯一的bonding 不是有两个电子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mo的描述呢 是说在 FHF之间 这个bonding里面呢 一个分子轨域 三个原子在上面 只有两个电子 所以把这种间接 我们称之为 3 center to electron bond 因此这个间接 比刚刚上面描述的 来的弱得多 它不是两个单件 它是 一个单件 分在三个原子中间 好 那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 我不问你FHF 我问你HHH 那三个都一样 很简单 而且它只有S轨域 这S轨域把它画出来 两个group orbital画出来 group orbital剪 它也画出来 这样子去作用的时候 它可以跟它作用 所以它就会变成 高和低两个 它呢不能作用 放在这个地方 就写sigma n 或者是non-bonding 所以这个mo 画起来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 是CO2 CO2呢 你就注意到 我们考虑了 跟刚才的这个HF2 两个F的地方 现在是两个O 所以其实 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边的 S轨域跟P轨域 都画法是一样的 虽然刚才画的是F 现在是画的是一样 但是他们的这个 轨域看对称 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是 中间刚刚原来是氢 现在是碳 碳里面 不只是这个 氢的2S 1S 它还有2S 2P 2P 1Y 所以这每一个 你都要去做 而这些东西 都很简单做的原因 是因为 每一个 S轨域和P轨域 这些东西 在character table里面呢 通通都有 我看有没有character table 有 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是 我们就直接去看 后面的这个写法 有Z轴的 PZ就在这里 PY的就在这里 所以我知道PX 就是B3U 但是刚刚grube label的部分呢 有没有什么取巧的方法呢 是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就跟S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AG 跟那个ES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你就把它 想成PZ PZ的部分呢 是 看Z轴 Z轴是 B1 诶 等一下 它是 这个是 不是 这个PX 对不起 轴向往上的是X PZ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是PZ OK 那PX的部分呢 X的部分 你只要找到X在哪里 X在那里 是B3U 它这个地方就是B3U 那 这个地方呢 是PY PY的部分是 PY的部分是B2U OK 所以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做 投机取巧的方法是 你只要 看它跟原子轨域 哪里像 举个例子来讲 像这个地方 它很像什么 很像低轨域的 那个 我看这边是X吗 这边是Z 它是DXZ 就DXZ 那DXZ是什么样的 对称呢 DXZ在哪里 XZ XZ BRG 所以 是BRG 对 所以我们注意到 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做 但是如果你熟悉原子轨域的话 你可以去直接代入 比较难的是这个 这个跟其他的原子轨域不太相近 所以你这个要自己去带一下 但是比较像原子轨域 或者D轨域这些情形 你就自己 这个像什么 像PZ 对不对 就中间你如果这样画起来的话 那是一个PZ 那所以它就跟PZ的这个对称是一样的 这是教你们怎么样快速偷懒的方式去辨别这个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好 还是那句老话 把你group orbital画出来了以后 找出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以后 然后你再找原子轨域 中间的原子轨域 然后这两者之间看谁能够相合 然后呢就用MO的方式 这些就先不讲了 好 这就是 全部把碳的画起来 氧的画起来 然后去画出他们之间的原子轨域 这怎么还是 这跟CF一样 FHF的跟CO2的这个轨道是一样 只有在碳的部分是不一样 好 下面是答案我就不放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是考试 你要画出这个图形 你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是左边是碳 你把这四个 这个在最下面 这三个放在一起 一个S 三个P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 是 2S在右边的 扶在下面 然后这三个呢 是放在右边 然后呢 你要开始去做对应 P轨域跟P轨域对应 S轨域跟S轨域对应 然后看能不能形成bunding 跟anti-bunding 那么S轨域呢 跟它是可以形成bunding的 因为圆圈对圆圈 跟它形成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形成bunding 所以它是symmetry不合的 诶 真好 它只能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它interact 可是Pz可以跟它interact 所以Pz跟它会形成sigma bonding 那课本上面把它分解出来 S的部分会形成 因为symmetry相合 然后Pz的部分跟Ls会相合 所以会形成sigma 但是到最后会考量说 这个Ls跟这个Ls的CO CO的距离是近的 所以是可以考量 如果说是距离太远的话 是不能够形成bunding的 这个是P轨域的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是 好 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我给我回去看一下 我们下次从这个地方开始 再复习起 所以S轨域的部分离得远的 S跟S也比较远的 就变成non-bunding 然后这个S跟Pz 可以形成的sigma间接 在这里课本上都有图形 各位要会画那个图形 而且要认得出来 它的symmetry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 好不好 好 那方法都已经会了 只是稍微后面复杂一点 NH3更复杂一点点 那么各位可以现在 去把课本的部分先看过 尤其在周末的时候 那看习题的部分 先做双原子的部分 和三原子的部分 习题先做一做 比较复杂一点的NH3的部分 我们礼拜一的时候交代 各位在礼拜一以后 再去复习一下 好 谢谢各位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